天终于放晴了 掐指一算 有三个多小时的空闲时间 放下手边琐事 出去晒晒太阳 眼下正是鲸鱼迁徙途中 路过悉泥的时节 就到海边边晒太阳 边看看鲸鱼吧 前几天比较忙 但还是包了粽子 所以更忙 天气也特别不好 连续下了好几天雨 白天高温基本在20度以下 所以阴冷阴冷的 今天一扫往日阴霾 阳光灿烂 白天气温也就上升到了20度以上 然后那个大家就可以知道啊 你就是在这儿看你这个雨 你下了那个暗吗 下了呀 那你看你今天怎么能看到 你看这儿还有潜水 大约因为今天天气好 潜水的以及晒太阳 看鲸鱼的人还挺多的 今天的风非常温柔 似有似无 即便没有鲸鱼 在这儿坐会儿也是挺舒服的事 刚找了个地方坐好 一条鲸鱼就翻着浪花出现在视野里了 就是远处那一朵白色的浪花 能看到吧 这条鲸鱼还挺活跃的 时不时就翻出水面 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好呢 还是因为知道有很多人在等着看它 估计都不是 就是它得出来呼吸而已 顺便再玩耍一下 估计它也不知道正被大家围观呢 除了岸边的围观群众 水面上也有好几艘船 追着鲸鱼看 我是没有去坐过观群船 据坐过的人说有点晕 最好提前吃片晕船药 这船都快开到哪儿去了 但是它游走了 太远了 它挺远的出来了 岸边的人一边看一边聊 小孩子们更是惊呼连连 鲸鱼也挺给面子 看到到它尾巴吗 你看你看你看 观群船开得还挺快 不知道会不会吓到鲸鱼 那个小川紧跟着人家 看上去还好吧 这次尾巴抬得不高 这次尾巴抬得不高 不过应该是往里面走 说对了 你看这个尾巴就抬得不高 直到它横着嗓嗓嗓 这场玩意就不怎么游 不好游得很怕 听着啪啪啪啪啪 是我们家老公在按快门 这条鲸鱼一路游远处 几乎游到我们的正前方了 然后又看着它一路游向远处 这会游得有点快 就是一个观点吃 就是今天怎么就只有一只呢 你看它的后背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是吗 你看不见吗 对了我得交代一下 实际上鲸鱼并不是像 我的视频里这样这么频繁的翻出水面 只是我把中间没有翻出水面 它在水底下游的这个过程 我给剪掉了 所以你看起来 它好像一直在水面翻来翻去的 刚才那条游走了 又发现一条 可能是一个喷 是 它喷水 但是它方向不对 你刚才看着就是它 搞不好我刚才看见的就是它 不是个斗粉 就是个鲸鱼 它怎么 它怎么往回涌呢 你看着吗 它身体拱出来了 尾巴 时间差不多了 该往回走了 这是立在岸边的布告栏 有鲸鱼的照片 这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实际上用眼睛是看不到这么清楚的 后悔没戴个望眼镜过来 看了这块展板才知道 这一季已经有200多条鲸鱼路过了 今天就有25条路过这里 路边的食物车除了冰淇淋 还有其他的食物 看起来生意还不错 这是16年学着画的 鲸鱼和乌龟 回去的路上又在这里停了一下 感觉景色还不错 这和刚才看到海带的那一节海滩 这和刚才看到海带的那一节海滩连着 只是稍微错开了一点 这好像就没有那么多海带了 正对着海滩的就是这一排小房子 但是隔着这一条路 估计也挺吵的 虽然对面就是海 景色是不错 这排房子的尽头居然还有一个小小的画廊 进去看了一下 画廊边上又是一个小的咖啡馆 咖啡馆里有一盆漂亮的蝴蝶兰 是真的 到哪都忘不了看花 从这里回到家 街上孩子一路奔西北 开出去好几十公里 冬天天短 开着开着天就黑了 大约因为是出城方向 遇到两处茶酒的警察 导致车速不快 好在也按时赶到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 好在有七天二十四小时开的 麦当劳和免费的WiFi 正好把上周六拍的灯光秀处理一下 时间倒也过得很快 转眼已经十一点多了 一众家长们也都陆陆续续守望在门口了 今晚是整个牛省的 Air Force Cadets的年度活动 有很多家住的远比我们还要远得多 往回走的路程几乎已经是后半夜了 所以一路畅通无阻 比较快就到家了 这地上看起来跟有水似的 怎么还要进车呢 这会儿啥也不长了吧 然后没了一辆车 这钱的都没辆车啊 后面没辆车 前后都没辆车 这味道不堵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